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属性的这些特性 包括如何来设置 那接着在讲我们对象的特性之前 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小内容 在之前我们想设定某个属性的时候 是不是都一个一个来设定的 通过object.property一个一个来设置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一个一个设置很麻烦 当我们有很多属性的时候 能不能一起来设置 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object.properties 就可以来一起设置多个属性 有这样一个函数 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有一个object.properties 它是一次创建多个属性 或者说修改多个属性 它和这个defin.properties 功能一样 只不过一次可以设置多个 来看一下如何来用 同样的我们来设置一个 VR person等于 来设明一个对象 设明一个空对象 接着我们通过object.properties 来设定谁呢 设定person这个对象 第一个是你要设定的这个对象 那接着我们属性 有多少个属性呢 可以有多个属性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 集合中 那接着写的时候 一个一个属性来写 假如说先设定一下 username这个属性 username属性 接着它对应的 像这个特性描述 它的value是king 再往下 可以来设定 这个加引号不加引号都可以 再设定这个属性 是否可写 writeable 假如说写一个true innurable 也是一个true configurable 也是一个true 这样的效果 这就设定了第一个属性 再往下还可以设定第二个属性 假如说设定一下它的年龄 age 同样的再往下写value 写一个12 我们只写一个writeable 是一个false 不能修改 那这时候 你看一次定义了几个属性 两个属性 那你想得到某个属性的时候 你直接来写 console log一下 person username 得到它的这个用户名 12 king 接着你想得到一下年龄 也可以 console 第二 log person 里边的 age 得到的是 12 你看 也得到了 那再往下 那现在你看到 我想看一下这个age或者说这个username这个属性 它的这个属性描述 是否可写呀 可枚举可配置 那我们还需要这样来看 那我就想得到这样一个形式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好用的函数 来先看一下 写生一个 object .dat on property descriptor 它代表得到的这个属性的描述 你要得到哪个对象 person对象的 哪个属性的描述 假如我想得到username属性的描述 来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这样一个 形式 得到了我们对应的属性的一个描述 也比较好用 object value king writable true innurable true configurable true 是不是都是true呀 那接着你看一下我们的age consult log一下 object get own property descriptor 想得到一下age这个属性的描述 那你只指定了一个writable 是不可写的 那另外的那几个你没有指定 默认值 是不是也是fose呀 对 大家看一下 默认值都是fose 同样的如果你是通过直接添加的 我们写成一个person 点上一个addr 是北京 那这个时候你再得到北京这个属性的描述 那它那几个值都是默认的是 处 这个在之前你给大家强调过 一定要记住 person addr属性 addr属性 你看一下 它的可写 可枚举 可配置 都是 处 当你省略了 当你直接添加这个对象属性的时候 它默认的值都是处 又就学到了一个好用的函数 这是我们的这个属性相关的一些内容 接着再往下看 属性完事了之后 我们说了 当创建对象的时候 这个对象 还有额外的三个对象特性 三个相关的一个对象特性 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对象的什么呀 圆形 对象的圆形 prototype 指向的是另外一个对象 本对象的属性 继承于它的圆形对象 记住 对象的圆形 指向的是另外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本对象的这个属性 可以继承自它的圆形对象 可以从它的圆形对象上 继承我们的属性 那接着看一下 我们创建对象的时候 这三种方式 如果说你使用 对象字面量创建的对象 它使用的是 object.prototype 作为它们的圆形属性 这是第一种方式 如果说你使用 这个对象字面量 它的圆形是 object.prototype 那如果说你要使用的是 new创建的对象 它其实呢 是使用我们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属性 作为它们的圆形 这个呢也给大家介绍过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object.correct 创建的对象 那第一个 就是我们创建 基于这个对象的圆形 创建的对象 所以说它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这个对象的一个圆形 那现在我们要想检测 一个对象是否是 另一个对象的圆形呢 或者说是否处于 我们这个圆形链中 这时候可以通过它 来实现 通过谁呢 is property type of 来再来一个例子 obj 第十个 检测对象是否处于圆形链 或者说是否是另外一个对象的圆形 检测 一个对象 是否是另外一个对象的圆形 我们可以通过或者说在这个圆形链上 或处于圆形链中 可以通过is property type of 来检测 我们最简单的来先写一个 写成一个object 或者说我们通过object.create 来创建一个对象 先生命一个 先生命一个 假如说生命一个y obj 等于一个 x 1 接着 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这个圆形对象 创建之后 产生的新对象 我们付给这个 好吧 obj1 等于他 那此时 obj就是obj1的圆形对象 那现在你想检测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来写 写上一个 检测 obj 是否是我们obj1的圆形 可以通过 is property type of 是谁的圆形呢 是obj1的圆形 我们之前也画过图 那结果肯定是 console.log一下 是他的圆形 来看一下结果 如果是处的话 证明是他的圆形 对 是处 那接着我们再写 我们也可以通过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再打印一个 console.log obj obj1 prototype 点上一个谁呢 点上一个 is prototype of 看一下 他 是不是也是 我们obj1的圆形 那其实我们画过这个图 obj1 他的圆形是 obj obj的圆形 是不是 我们的 prototype object 的 对吧 在这个圆形 链上 所以说 他肯定 也是 他的圆形 得到的结果 也是 处 这样的效果 也是处 其实呢 在我们的js中 我们之前也写过 有一个 小线小线的proto 他呢 这个属性 就可以来查询 这个对象的圆形 就可以来查看 这个对象的圆形 但是呢 也不推荐使用这个圆形啊 因为 在我们的这个 来看一下 给写个注释啊 这个 是区分 我们的浏览器的啊 现在像我们的 Kroom 包括我们的Safari 都支持 但是我们的IE呢 还不支持 这样的一个属性 它代表 圆形 属性 可以来查看 我们这个对象的圆形 所以说呢 在这儿 建议 不建议大家 使用这种效果啊 不建议使用这种 proto的这个属性 那接着再往下 圆形 我们掌握了 第二个 来看一下 对象的第二个特性 就是我们的 类属性 类属性的 对象的类 是一个标识 对象的一个 类型 字幅串 就是这个对象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其实我们之前也见过 如果我们直接输出 一个对象 是会看到 像object object 或者说object array object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 这一块 就是得到什么的 得到我们这个 对象的一个 是一个什么 类型的对象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个 标识 对象类型的一个 字符串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我们如何来得到呢 其实最简单的 就可以调用我们这种 toStream的方法 它是我们object 第二 prototype里边的一个方法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E3中 和E5中 都未提供这个属性的方法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 toStream方法 间接来查询 那什么叫来间接查询呢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来试验一下 再来一个例子 obj 11 我们来创建一个对象 发过号 那这时候 我们来得到一下 假如说我们写一个 obj 第二个 toStream toStream 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是什么呀 来运行一下 得到的是 object object 这是我们的对象 那第二个参数 从这儿 第一个是object 对象 接着在后面 这是一个什么的 这是一个对象 那当然呢 像我们的数组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或者说 简单写一个 ar等一个方果号 你也可以调用 ar.toStream 那现在你看 得到的是什么 对 ar.toStream 没有写错 这是一个空数组 我们nure一个array nurearray 接着来看 得到的结果 稍等 我们来看一下 来接着看一下 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啊 像我们刚才 直接 通过toStream 得到这个 对象的 直接输出这个 对象的时候 来看一下 现在没有得到啊 是一个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 这个对象 像我们这种 内置对象 它都重写了 我们这个toStream 方法 所以说呢 它都是从我们的 这个object .prototype .prototype 计成了我们这个toStream 但是呢 在这儿 好多对象 包括我们的 我们的好多 内置对象 都重写了 我们这个toStream 方法 这一点 需要注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想要实现 这种 调用的效果 需要先通过 我们的function .call的形式 通过这种 回调的形式 来调用 object.prototype 第二身一个call 第二身一个toStream 第二身一个call 调用一下 arr 这样的形式 我们先来知道一下 这个call 其实我们也学过 在函数的时候 也讲过 回调形式 那现在你看 得到的 我们这个对象的 类型 就是一个object array 这样的形式 那同样的 像我们的日期 时间对象 之后我们也会说 这都是我们的 内置对象 写一个 d等于new一个 date 那这时候 你再来 console.log 得到我们 这个对象的 类型 prototype .toStream .call d 应该是object 加上我们的date object加date 你发现 后面呢 是我们的类型 也就是从这开始 前面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这个object 从第八个开始 到倒数第一个 倒数第二个位置上 这是我们的类型 那接着呢 我们想得到 这个类型 其实我们可以 自己来定义 一个这样的方法 也可以得到 来看一下 我们来注调一下 可以来测试一下 我们可以自己 来定义这样一个方法 得到这个对象的类型 定义一个function classof 传过来一个对象 obj 这时候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对象 是一个空的话 我们直接反馈 它的类型 就可以把这个object 去掉 我们直接写它 一个none就可以 判断一下 ifobj 等于等于 none 这时候 直接return一个 字符串 now 再判断 ifobj 等于等于 undefended 这时候直接return一个 undefended 那如果说 这个对象不是 也不是undefended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array 包括date 那现在是不是要截取一下 先用一下 我们这个字符串 截取函数 内置对象的 我们通过object act.prototype 点上一个tostream 点 call 调用一下 这个对象 接着 把这个返回值 进行一个截取 通过 siles 从8 截取到 负1 也就是截取出我们的 类型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直接来写 console 或者先上面一个 y x等于一个none 先传进一个none 通过console 这样log一下 调用一下 class of 这个x 把这个对象 传进来 那此时呢 应该返回的是一个什么样 对 none 你看 返回的是一个none 接着再往下 如果x 你把它复制成 undefended了 那此时应该返回的是一个 undefended 那如果说是一个数字 数字的话 x等于一个123 那它返回的应该是一个 number 是一个number 同样的 你再写一个x等于一个12.3 效果也是一样 返回的是一个number 接着你还可以写我们的字符tru x等于一个tink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 内建对象 字符tru stream stream 同样的还可以写像x等于一个布尔类型 true或者false 它返回的是布尔类型 布尔 接着也可以写我们的数组 x等于一个方过号 这样写也可以 没问题 它得到的就是一个数组 array 包括我们的 window对象也可以 x等于一个window 全局对象 这时候它得到的是 global 全局对象 那也可以写一个什么呀 也可以写一个我们的函数 也可以来看一下 x等于一个function 那此时它返回的是一个function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你也可以传进来一个对象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对象了 假如说x等于一个function 或者newf test 写生一个 x等于一个f 这时候把x传进来 它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对象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类属性 接着再往下 还有最后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稍微还内容多一点 我们的这个对象的可扩展性 那现在先把这前两项搞定之后 下节课我们再来学 这个对象的一个可扩展性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